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企业管理学的方面 但基本上本科商学院的重头是在必修课那边 所以基础的金融之类的也都学过一些 其实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念法律 然后做法律这方面了 因为美国本科它没有法学专业 所以大学但大学还得上 我想那怎么样能让自己前有去路 然后后面有退路 就是找一个相对职业一点的职业院校 这样的话如果不念法学院的话可以找工作 然后如果念法学院的话 这个学校名声也还不错 就也会有帮助 然后同时也能对产业圈的事情熟悉一些 因为之后像做律师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也是在跟企业商家打交道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在商学院待的也是挺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打算是这样的 大家看今天的活动介绍 看这个题目本身 大概能多少感觉出来 这个事就是讲国际法和中国参与立场的事情 敲开了依然处在农业社会 算是顶端的清国的国门 这是怎么回事呢 喝口水在说 它不但会讲国安话 还会讲很多方言 不但有中国名字丁伟良 还有中国字叫惯西 真的还真的叫惯西 因为美国本科没有法学院嘛 所以就是当我们念JD的时候 其实是第一次接触法学教育 那它就是这种叫所谓大法学教育 就什么都学 一年级就是把这些方面都学了 合同啊什么民事侵权刑法这些都学了 然后之后学校基本上也不会强迫你 说非得你要选一个方面来念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对哪方面 会比较感兴趣的话 这样你可以多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这样很多国家的法律教育 其实是让你背 让你记法条 这种方法在美国这边行不通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海洋法系 跟陆法混的那么一个法制体系 你背不过来的 就法律太多了 所以它更注意培养你的 是那种研究能力 和你的所谓批判性思维 据我所知 只有美国国家 那是本科不适合法学专业的 其他大部分国家 包括英国 如果你本科就念的话 我觉得好处就是非常专业 所以很多基础的根基性的东西 就会融化在你的血液上 并我可能觉得 上大学的时候 人还在形成自己的 所谓世界观价值观的过程中 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 接触到的东西 学科知识多样化一些的 对以后 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都会有帮助的 每次受到 葛老修斯先生的思想的影响 你国家之间之前 只能在战场上 或者是谈判桌上 解决的这种 私下解决的这种事情 就可以拿到公开的台面上来 大家便便理 我现在在所里 是在破产组 其实我刚开始工作 也没多长时间 所以要说工作对我的影响 还没开始渗透到我身体 深深的生活当中 主要就是自己的兴趣 对国际上的 我其实尤其喜欢看故事 所以就是 包括现在的故事 以前的故事等等 自己非常喜欢 所以就自己做一些 平时做一些小的研究 我和大多数同仁们一样 明年要面对工作签证抽签 如果抽到了的话 是一条轨迹 如果抽不到的话 可能需要另做打算 所以我想这一年 我先好好工作 然后好好做我 业余的这些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 在认真工作的过程当中 也会 肯定会遇到 遇到很多事物 遇到很多经验 遇到很多新知识 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就会 对自己以后想要干什么 想要什么 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印象 这样到时候 我再做下来 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 规划的更好一些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